音樂 老師在某一夜頭影片裡面 我之前有提到就是問題做成的model 它是一個dynamic game with embedded static game 就是這一點就是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就是我覺得stactic game 它只是兩個節點中間有資訊不對稱而已 那就是為什麼老師會把它特別列為一點 那基本上呢如果你只是要求解的話 你常常不需要特別的把一個game區分為這一類或是那一類 反正static game來你就求natch equilibrium 看哪個點大家不會懂 那dynamic game來你就backward induction 我說的是最簡單的情況 所以你的確不需要知道這是一個dynamic game with embedded static games 這句話其實在這裡只是提醒大家而已 就是我們上一個禮拜上上一個禮拜的review of game theory的時候 講過static game也講過dynamic game 但是那個時候並沒有哪個model 是兩個東西合在一起的 ok 所以呢這裡只是提醒大家說 實際上game有可能是合在一起的 像這裡的話有兩個player 他們經過兩個stage對吧 他們要先決定channel structure 然後就算他II他也要再決定price 這樣就是兩個stage 那如果他們決定要DD或者是怎樣的話 甚至會有三個stage 因為你還會有retailor要做決定 所以這裡可以有兩個或三個stage 所以他當然就是dynamic game 那另外呢他們又是裡面有static game 因為比如說在II的情況下 你們會一起決定price 或者DD的時候會一起決定retailprice 或者是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要一起決定channel structure 所以顯然他也有static game在裡面 也就是說in general你要consider的problem 可能是有dynamic又有static game混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這句話只是稍微的提醒大家說 喔這件事情現在出現在我們要解的model上這樣子 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拿出來講的 也沒有這句話刪掉後面的analysis還是don't work 這樣可以嗎 那會有static game with embedded dynamic game嗎 就是有這種case嗎 欸這東西都是看你怎麼想的這個角度而已 實際上當然也沒有什麼好不可能的 對吧 所以一時之間舉不出什麼例子來 但是你說static game with embedded dynamic game 當然也可以 好這樣好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呢 這篇論文說他可能思路是他想要先做出這樣的結果 再去設那個model 還是先想到這個model的樣子 然後再去解解開這種inside 是就是以這篇的話他是怎樣的角度切入 嗯好喔 這篇的paper他eventually得到了一個non trivial的inside 那這整件事情 這整個研究是他先覺得會有這個result 然後才去建一個model 表現這個result 還是他先建一個model 然後在解完了以後才去得到這個result 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第一次接觸這種經濟模型的paper的話 可能會不太知道是怎樣 那你可以做個類比 就是大家大部分都資管的 應該對datamining這類的東西感到很熟或是統計 那抓data來好製造的這種research 也常常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你先想某件事情是不是某個原因 或者是某個理由 然後你再去抓資料來看結果 跑個回歸啊或者是什麼的 比如說你想知道 大學生為什麼都越來越晚睡 比如說10年前的大學生跟現在 現在大學生是不是有越來越晚睡 假設你問了這個問題 於是你就開始抓data抓data 不管你是怎麼抓data 反正抓到了相關data了以後 你就做一些統計看看有沒有顯著差異等等 然後假設結果是有 你就說現在大學生比較晚睡了 為什麼呢 你就開始調查每個人的這個家庭活動啊 住的遠近啊 然後或者是有沒有在宿舍打電動啊等等 然後呢也許做個regression去解釋 為什麼現在大學生比較晚睡 這一類就是你先有一個research question 然後去抓data 那當然現在這年代大家很流行做 嗯 big data什麼挖哥的 那就有點反過來 他就是你先給我所有的data 然後我們就啪哩一下 把一個什麼model丟進去跑 然後再跑出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比如說你意想不到的發現 到底是什麼決定了一個顧客要不要買某個東西 或者是到底是什麼決定了一個顧客 會買什麼東西和什麼東西一起這樣子 比如說之前不是有一個滿經典的案例 你們以為我要講啤酒的跟尿布對吧 不是 對 就是在美國的另外一個大型的零售店呢 每當颱風或者是龍捲風 或者是重大的風雪快要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小口香糖 就會賣得很好 這樣子 然後with no reason嘛 這種東西研究發現出來就是with no reason 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完全想不出什麼合理的理由 但無所謂 反正你發現颱風快要來了 某個口香糖會賣得很好 你就不要讓他缺貨 你就趕快進貨就對了 這樣子 所以research那樣子的話也是有兩種 好 那回到剛剛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研究 比如說這一篇好了 他到底是先有research question 或是說他先想像 competition可能會造成滴滴這種result 再去建一個model呢 還是他是先建了一個model 才發現competition可能會造成滴滴 大家覺得是先有model還是先有 intuition 入學有根本 因為model他裡面的假設可以換 就像他那個用pertrend都可以換成可貨 可是結構感覺不一樣 那你關卡到結果後再去用一個 會解釋這個結果的模型去解釋它 這些模型的內容或者是假設是你設計的嘛 是做研究的人設計的 我決定我要用什麼model或者是我決定我要放什麼假設 在這樣的模型裡面 那所以某方面來說 當你心裡有一個想法 你覺得某件事情可能是某個原因吧 你可以去做或者說是湊一個model出來 來呈現這樣的結果 OK 那這件事情的確是有可能的 in general呢你如果去看很多很多的paper 久了以後你應該會覺得有一些paper 的確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就是他心裡先預設某一件事情可能是某一個原因 然後他再去做一個model去呈現這件事情 然後呢他的paper就是喔我有一個model 推啊推啊推的 然後得到了某個result 然後我就解釋這個result這樣子 但是呢他不一定就是從model來弄出來的這樣子 那你這個時候可能會想要問 這樣子的研究到底是是不是能稱為研究呢 聽起來有點假 就是你都心裡覺得是這樣子的 然後再建一個model 然後去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 這樣合理嗎 那這件事情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你如果做的真的很假 當然就很不合理 但你如果做的不假 也就是說你的假設都make sense的話 那當然就OK 這是一個 看你的problem或是你的假設有多artificial 但如果夠接近現實的話就還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心裡覺得可能是某個原因 然後去見model把這個原因呈現出來 這整件事情本身是和邏輯本身是OK的 就像你心裡覺得大學生現在比10年前晚睡可能是因為他們晚上都在打電動吧 於是你就去問 在問卷裡面加一題 請問你晚上打電動嗎 這樣子 那你說這件事情會讓你的研究變得不make sense嗎 也不會 對吧 因為你就是想要看打電動有沒有影響睡覺 所以你就去收集這方面的data 就像這種研究一樣 你就是想知道competition是不是影響channel selection 於是你在model裡面放了competition這樣的factor進去 對吧 所以你覺得可能是某個原因 所以你就放某個factor到你的model裡面去 這件事情肯定是可以做的 OK 只是看你做的合不合理而已 比如說你今天建一個model 然後去講competition 但是你說我們今天假設這個model等一下這樣如何如何如何 我們假設channel1 make他的pricing decision的時候 channel2不會response 如果你這樣假設的話就顯得很奇怪 對吧 那你做出來的result大家就會覺得可能不太能相信 但如果你的model感覺OKOK的話 那你的result就OK 這樣子 所以in general你做這類研究也好 或是做那類研究也好 你先有想法再去建model或是再去做問卷 再去收資料都是OK的 看你做的合不合理而已 那不過回到這一篇的話 其實我們當然無從知道 他到底是先有model還是先有想法 實際上也有可能是先有model的 甚至你如果真的有看paper的話 也許他一開始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competition會影響channel selection 但是他未必一開始就知道是competition會II 還是competition會DD 這東西也許就是model告訴他的 或是後面還有一堆嘛 後面還有ID啊DI啊誰先誰後啊 有沒有這個minimum quantity 有沒有price control等等 那些東西都是在你based model上再加上去的 一般的研究不可能一開始就已經先想好所有的事情 但也許想好一部分 但是剩下的部分是有那個model他再推出來 你先想某個可能的原因某個現象 比如說你先想競爭會影響channel selection吧 想了以後你就建了一個model 然後呢你這個時候調整了很多model的假設 最後總算有一個 欸對這個可以解釋為什麼competition competition如何影響channel structure 但你現在有一個好東西了 你這個model有用 因為他可以fit你的intuition了以後 你在model上再適當地加東西 就會發現一些你原本沒想到的事情 總之這學期還有很多配備要看 多多少少會多一點感覺吧 那至於這一篇到底他們是先有model還是先有想法 可能要問作者他們還活著 所以有機會大家去美國遇到他們的話可以問一下 好 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在第二款講義的時候 老師有講到那個consumers prepare decentralization 可是在這邊decentralization卻又可以造成就是常常狀的痕 那為什麼這兩個聽起來好像有一點好東西 比如說今天你有兩個company 他們在做某一種形式的水平競爭 corner也好啊 version也好啊 他們決定quantity或決定price都ok 這個時候呢 consumer一般來說都preferdecentralization 就是consumer不希望有一間公司壟斷這個市場 這樣這個公司就會做一些無法無天的事情 然後你要嘛就是price太高啦 要嘛就是quantity太低啦什麼的 一般來說水平競爭對消費者是有利的 可以吧 為什麼這裡decentralization會讓廠商賺比較多 你是問這個吧 好 那我們來試著討論看看 討論之前有沒有人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上次的model消費者preferdecentralization 這次的model廠商preferdecentralization 我會覺得是因為上次就是 他們市場都這麼大一方經濟的 然後所以他不會 因為他這兩個人就是他們如果聯合在一起的話 就會壟斷一切 但是這一次有點比較上次就是有很多的廠商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可以相互合作也是個很軌 就是大家不一共沒有共識 所以他不會就是全部就是聯合在一起 就是把他這個市場的壟斷 所以就是有些人如果就是 他dispercentralization和遊戲能復合的話 就是把它會造成就是 所以就是會讓每個場上賺得比較少 好 所以這邊提出來的這個其中一個觀察點就是 model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上次他們如果integrate的話就會壟斷整個市場 就會變monopoly嘛 但是這一次他如果integrate也是channel裡面integrate 他跨channel之間並沒有integrate 也就是不會說integrate就一個company壟斷整個市場 這樣 所以自然就有可能讓model的result變得不一樣 OK 這個觀察是make sense的 我們不是說這個觀察保證就是 這個說法保證就是對的 我們不是說這個說法保證就是對的 天下沒有什麼保證就是對的的說法 但是呢 這件事情剛剛這個說法很合邏輯 問題是為什麼兩個model給你的結論不一樣 那答案是因為model有些不一樣 這樣子的話整個大方向上來說是OK的 你就是觀察到這model有一些不同 然後是哪裡不同呢 之前的model整合就壟斷了 對消費者就會很不利 所以消費者prefer decentralization OK 現在的model整合了以後不會完全壟斷 所以result自然就不同 就可能不同 就可能不同 還有別的想法嗎 那事實上剛剛這個問題本身就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 再重複一次剛剛的問題 剛剛的問題是上次的model 消費者prefer decentralization 為什麼到了這次的model decentralization會讓廠商的profit變得比較高 那坦白說這兩個問題本身就不能說是有充足 你說上次消費者prefer這個 這次換廠商prefer這個 但是這並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事實上有一種機制或是有一種規則 它叫做雙贏 就是這個東西丟下去大家都開心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 比如說上一次其實也有講到 假設你是pricing in a supply chain 就是manufactured retailer 決定 wholesale price retail price 那個情況下如果整合 就是廠商也開心消費者也開心 或者是in the right news vendor 那如果整合的話也是廠商開心消費者也開心 這裡舉的例子只是說 實際上一種改變本來就有可能benefit所有的人 OK 新的規則本來就有可能會benefit所有的人 那麼你就不會想要知道為什麼A開心的時候B沒有變得不開心 這樣子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幫大家review一下剛剛這整個問題 問題本來是上次的model消費者prefer decentralization 為什麼這一次變成廠商prefer decentralization 那兩個答案 一 這本來就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可能因為某種機制的改變 整個市場變得比較大 消費者更多人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到更多東西 於是就雙方都獲利 這本來就有可能 然後二是model的確也長得不一樣 上次如果整合就會壟斷整個市場 消費者確實不利 這一次整合了以後呢 並沒有壟斷整個市場 所以消費者沒有什麼好不利的 OK 那剛剛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常喜歡討論某一種新的機制 或是新的規定 新的遊戲規則 會不會讓整個system裡面的player都變得比較好 就是有沒有什麼事情做下去 可以讓大家都開心或者是雙贏之類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本課本來要期中考 如果忽然宣布不用期中考啊 這樣子理論上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我也滿開心的就可以不用出考卷 然後那個禮拜我們就放假這樣子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一個表面上雙贏的局面對吧 那如果大家care的就是這個 那個禮拜的loading的話 那就會雙方都開心 就是新的遊戲規則讓雙方都開心 當然實際上我們是不會這麼做的啦 畢竟我們追求的是在艱苦的環境下 學得優秀的知識對吧 所以剛剛就是講講而已 有沒有什麼例子發生在你的生活上 是某個規則某個新的規則 讓系統裡的大家都獲利 這個所謂的雙方可以是商家跟消費者 可以是生產者跟消費者 可以是零售商跟製造商 可以是政府跟人民 有沒有你生活中的哪一條新法律 或者是新政策實施下去了以後 對大家都變得比較好的 我們先舉一些反面例子 比如說今天政府提高稅收 那可能爽到政府哭到人民 我說可能啦可能 因為你把錢搬到另外一邊的人身上嘛 那反過來說呢有沒有什麼例子 是新政策新法律實施下去 大家都開心的 政府開心人民也開心 如果放你知道說假日的時候 然後政府也開心不用做事 然後人民也開心的話可以放假嗎 放很多假 所以政府不用做事人民也開心對吧 不是不可能 比如說假設這個國家一開始的人民 你都放很少的假 那從很少變成還不錯多 應該的確是有達到休息的效果 平常日的工作效率可能也會上升 然後整體來說政府可能績效也變好嘛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那當然話又說回來 如果已經從放不錯多變成放超多假的話 就也不是辦法這樣子 不過剛剛講的事情是有可能的 就是在一個已經被操到爆的勞工團體裡面 讓他們多放一點假 的確有可能資方勞方都開心嘛 有可能 有可能 還有嗎 那我覺得消費券也可以算一個了 對就是它是可以刺皮經濟 然後也可以讓人民有所消費 就是它是對商家和人民都有 然後政府它也不會 就是它未來可能也會用另外的形式 把這些部分的稅金要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三方都有一定的分數 消費券大家知道吧 就是 怎麼說好了 就是 我們就不討論之前發的消費券 我們就討論假設的denario 就是 今天政府心情一好 想要發錢給全國人民 一個人發2000塊 那如果真的這麼幹了的話 你可能拿到2000塊就會想要存起來 對吧 假設你很窮 或者是你需要 你不需要花掉這個錢 那你就把它存起來 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把2000塊拿去花 那商家就會賺不到錢 政府也就拿不到商家的營業稅 什麼稅的 這樣子 那就有一點可惜 雖然民眾是變得比較富有了 但是就整體來說並沒有變得比較好 那 所以呢 就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那我們不如就發消費券吧 消費券的話 就是給你2000塊的點券 你可以拿去買東西 但是你不能存起來 類似是這種感覺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 當時的動機當然就是 刺激消費嘛 刺激消費 刺激消費 然後呢 希望讓商家也賺得到錢 那人民反正2000塊也是天上掉下來的 你就拿去買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保三一頓 或者是幹啥都好 這樣子 所以從這個角度想的話 發消費券肯定比發現金 來得更能達到雙贏或三贏的效果 可以嗎 我們當然不是在講說 這個政策後來就真的很有效 或者是怎樣的 你也不要問我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經濟學家 所以不是說利益良好的政策 就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還是可以從邏輯上分析 這個政策至少是不是有利益良好 或者是他是不是 在他想要的範圍內make sense OK 那當然執行下去會有執行面的問題 或者是會有其他沒考量到的因素 那就是其他要考量的 但是光講消費券本身的話 這個設計當然是OK的 最後就用一個我常講的例子 就是垃圾費隨帶徵收嘛 就以前大家小時候 我不知道那時候大家多年輕 總之就是垃圾費是隨水費徵收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太好了 大家還有點老 那所以就是你用多少水決定你繳多少垃圾費 跟你要丟多少垃圾無關 後來有一天就開始要買專用垃圾袋嘛 對 那基本上當這件事情開始發生了以後呢 一一就是垃圾減量 所以地球感到開心對吧 然後政府賣垃圾袋 有沒有賺比較多錢我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產生比較多垃圾的人 付比較多垃圾袋的錢 聽起來符合公平正義嘛 那大家也覺得開心 然後最後就是那消費者 消費者當然有一些人不爽 就他本來爽丟垃圾的人 就現在就沒有那麼爽 但是反過來說 本來只是生產一點點垃圾的人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這個政策如果整體來說 他讓垃圾變少了 那至少對這整個system來說 他的system的total的benefit就上升 這樣子 所以很常我們討論一個機制 是不是讓大家都變好 這樣子 那就算你回到商管的領域裡面 你經營一家公司 你要決定某個pricing policy 折扣policy或者是奇蹟怪怪的銷售方式等等的 你可能不care 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 你只想要賺錢而已 但是賺錢的前提就是 讓你的消費者感到開心 讓開心討厭複雜這樣 所以你常常討論一個policy 會不會讓大家開心 所以這個議題之後會時不時的再出現 好一開始先熱身 我們先回顧一下berchain competition berchain competition呢 裡面你有兩家公司 對吧 然後他們set price p1跟p2 ok 然後他們一這麼做了以後呢 他們得到的quantity 或者說是銷售量 或者說是需求量都好 就是q1跟q2 然後 呃 我們來討論一個簡單一點的scenario就好啦 q1呢是a-b 啊對不起 a-p1加bp2 a-bp2加bp1 這樣子 這個exactly就是上上禮拜你們解的 virtual competition的樣式 可以吧 有個base demand 然後減掉自己的price 加上對方的price乘上某個係數 b當然是某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可以嗎 那實際上也可以是0 好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呢 經過上一次嚴謹的訓練之後 你們已經得到他的 喔對還有一個 還有production code production code等於c 這樣子 然後呢你去解他的equilibrium的話 得到的就是p1 star等於p2 star等於a-c over 2-b 這樣子 可以嗎 好上次得到的東西 好review完了 現在呢來想想看要是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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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Z 喔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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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Z 對沒有錯 因為成本上升的話price要變大了 好謝謝大家 第一題 如果他們integrate 就是這兩家公司要是整合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整合 那他們就一起決定一個價格 對不起一起決定兩個價格 來maximize total profit 對不起他們一起決定這兩個東西 各要賣多少錢 懂意思嗎 來試試看 把它解出來 一起決定這兩個東西的價錢 一起決定這兩個東西的價錢 然後 來maximize 兩家公司加起來的total profit 基本上 這個problem啊是 有 你可以想成有一家公司要決定兩個price 來做些什麼 對吧 要是有一家公司決定了兩個price的話 Q1 Q2當然就會長那樣 比如說Q1是A-P1加BP2 這個時候就要乘上你從product1上能賺到的東西 那就是P1-C嘛 然後你又還有product2 所以你還有product2 A-P2加BP1乘上P2-C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problem in general應該要長這個樣子 可以吧 可以吧 in general應該要長這個樣子 不過呢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嗯 這個problem看起來有一點對稱 會不會P1跟P2應該要一樣呢 誒不知道欸 大家想一下 假設 你一開始的problem是這個 那無論如何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假設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應該要先看它的hashing matrix 對吧 hashing matrix長這樣 這個是對P1微分兩次 對P1 P2各微分一次 對P2微分兩次 因為有兩個變數 所以你不得不這麼做 或者到這個樣子 假設沒算錯的話 那過程中你會先求出gradient 然後再求出hashing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人是負的 然後這個交叉相乘 它的是4-4b平方 那b介於0到1之間 所以這東西是正的 那負的跟正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negative definite 所以它就向下 好 OK 那現在這東西你就知道它concave 所以這兩個東西等於0 連力就會得到最佳解 可以吧 那長得很symmetric的東西呢 你硬幹之前就會想要把它們加起來 你就把它們加起來 欸 加起來會變成什麼 嗯 減掉 喔 減掉 欸 差不多意思吧 好 假設你減掉好了 會得到什麼 2b加2 然後再等於0 然後再等於0 就是 將減的話呢 你會得到這個東西 大家看一下對不對 嗯 不知道 看起來挺對的 對吧 嗨 有人在嗎 那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相減 相減這兩個東西 如果個別都要等於0的話 相減自然也要等於0 那如果b不能是-1 就沒有救了 所以你p2一定要等於p1 那這樣的話 你再把它剛剛那件事情拿回去化減 自然結果就會是 這個樣子 可以嗎 齁 所以這某方面來講呢 等於是 呃 證明了 對 你就這樣子 假設你真的硬幹的話 結果出來一定會變成這個 我們在錄影是不是不應該講這種俗說的話 假設你硬解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這個樣子 對 那至於白板這邊呢 本來是想要 呃 真的硬解把它解出來 不過好像失敗了 本來就是一些數學運算上的問題 但是你知道實際上它應該要一樣 可以嗎 好 欸 剛剛解出這個price嘛 那 然後如果你需要看的話 呃 你硬幹 欸對不起 你硬解是會解出一樣的東西 OK 硬解是會解出一樣的東西 那邊的式子是 就是你先拿equation1 去得到最上面那一條 然後你把它帶入equation2 會得到的結果 不是特別有價值 但是運算上可以verify它沒有錯 好 當你算出這個optimal price p1等於p2等於p star等於這個東西的時候 接下來你想幹嘛 這個是integration底下的optimal的price 這個是decentralization底下的equilibrium price 比一比看看誰比較大吧 拿integrated price-equilibrium price 叭叭叭叭叭得到這個結果 應該沒有錯 大家做出來是這樣嗎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重點就是在a加bc-c是不是正的 對吧 是正的嗎 不知道 怎麼樣 怎麼樣會是正的 上面那個就是這個嘛 對吧 那 a好像比c大 應該要吧 b-b似乎是個0到1之間的數字 所以這個term不會比c更小 我是不是寫反 用-吧 對這樣子 所以a-一個比c小的數字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東西就是正的 可以嗎 怎麼樣 也可以不用通分 也可以不用通分 那要怎麼算 交替相乘喔 就是不用就是因為 左邊到右邊分母要-一個b 分子要-一個bc 所以-b-bc就是相當於-一個c 但是a加c-2-b比c還要大 所以我就相當於分母-的比較少 分子-的比較多 所以呢你有另外一種方法 你直接透過上下個檢掉什麼東西 來看出誰大誰小 應該也是ok啦 我沒有很快速的process 但是應該也ok 好 總之這個故事讓你告訴你什麼呢 一就是做研究需要良好的試則運算能力 然後二還要有良好的觀察能力 還要有良好的耐心和細心 除此之外 integrated the price will decentralize the price 因為decentralized了以後 大家就要消價競爭嘛 挺合理的吧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這個model的話 會覺得挺好的 當你變成decentralization的時候 大家的price會下降 因為要消價競爭嘛 所以你可以說 有點像是回答 我們剛剛一開始討論的那個問題 欸我今天覺得要是decentralization 做price competition的話 price應該會下降 於是你就開始來建一些model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model 這個model建出來的話 它price的確會下降 你就覺得嗯沒錯 我這個model可以解釋 它這個可以呈現price competition 讓price下降的這個事實 然後再based on這個model 你在上面加東西 比如說加vertical differentiation等等的 然後去呈現更多你原本呈現不了的東西 大概是這個邏輯 可以嗎 所以這題就到這裡 就是你price competition 會讓price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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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吧 那其中你滴滴的情況下 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有manufacturer1 跟manufacturer2 然後他們分別賣東西 然後他們設wholesale price 去賣東西給retailer1 跟retailer2 對吧 然後滴滴 然後接下來呢 retailer1 retailer2 就會各自設price1 price2 然後就會做price competition 等等的 那純粹只是讓大家練習解這個game 假設今天他們變成做corner competition 而不是bird chain competition 也就是說給定wholesale price了以後 這兩個人要去解他們的retail 他們的quantity 然後解了quantity以後呢 他的price就會被決定 市場的retailprice就會是a-q1-q2這樣 OK 那這樣這個game就很清楚了 他們要求Q1Q2同時去fit這個retailprice 去maximize他們的profit 然後manufacture要做一樣的事情 可以吧 manufacture還是要定wholesale price 所以這個game一樣 backward induction 先解這個stage 再解這個stage 可以嗎 來 先解看第二個stage吧 給定w1w2 請問equilibrium的Q1Q2 會如何的 所以 再決定 然後一樣 先寫他們兩個profit function 寫出來以後 跟左0右0對個答案 沒有問題 就往下解 基本上呢 這是一個 2player的game 我們有兩個retailer OK 然後retailer要做這個Q1Q2的competition 那他們幹啥呢 我要決定Q1 我要決定Q1做什麼 maximize我的profit 所以我的profit是我賣出去的量 乘上我的sales margin sales margin是retail price 減我的cost OK 對company1來說 我的cost就是w1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後 Q2 Q2 Q2一樣 OK 你如果 在剛剛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解不出這一題的話 老實說這個學期非常的堪率 自己保重 好 現在Q1Q2有了嘛 你要做的事情 無非就是 先看出他們是contact function 應該OK 然後 就是求解 那 各自會得到first order condition 比如說 這個人 這個人的話 你對他Q1為分 然後撒一個 A-2倍的Q1-Q2-W1等於0 對嗎 A-Q1-2倍的Q2-W2 兩個弄下來以後的結果 然後嘞 然後嘞 就解liet方成4嘛 這跟之前 你解過的那個 或者是投影篇上解過的那個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W1跟W2不一樣 可以吧 所以你解的時候 Q1跟Q2當然不會假設他們一樣 OK 但是你還是有辦法把它解出來 對嘛齁 就交叉相乘啊 代入啦 或者是消蓄法之類的都好 所以 你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最後那個步驟就是四則運算而已 我們就不講 好嗎 然後答案長得應該是兩倍吧 對 好 比如說Q1 star 它會是3分之A-W1加什麼兩倍W2還是什麼 反了 這樣 對吧 然後呢另外一個人就反過來 可以嗎 齁 你如果能得到這個答案當然是很好 不能的話至少也看懂這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 從這個step到這個step 從這裡到這裡就做四則運算 解連立方能組 應該還ok 然後你得到這個了以後啊 稍微的verify一下 要是W1跟W2一樣的話 這個就3分之A-W 這個就3分之A-W 就跟之前的 identical cost的時候一樣 可以嗎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你 解過的東西不要太快忘記 用得到的 好 那總之 Q1Q2就是 W1跟W2的函數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有了這個以後 你就會想要 幹嘛 你就會想要解 equilibrium的W1跟W2 來試試看吧 解W1W2 那這個流程一模一樣 你寫下M1跟M2的Profit function 然後解他們就對了 這邊最上面就是 那個Profit function 然後他就是 他的W 他要決定就是他的W嘛 然後乘上剛剛已經 算出來的那個Q這樣子 然後就 就是對W1偏微分 然後他就要等於0 對 然後這樣就會算出來的 W1要等於4分之A加W2 然後W2就 就很對稱的也會是4分之A加W1 然後 所以我就把W2 帶入到W1的那個式子 對 然後經過一番計算之後 會算出來W1的3分之1A 那W2也是3分之1 W2也是3分之1 好 大家做的跟他一樣嗎 一樣就好 好 當你得到他是3分之A了以後 你想幹嘛 又要做一些無謂的解釋對吧 現在就是A 好 現在只剩下一個參數叫A了 A如果變大的話 框的體就要變大 合理嗎 挺合理的 好 然後咧 然後你想幹嘛 跟誰比較 跟下面那一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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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種比較的方式嘛 畢竟這裡有四個人 對吧 他們可以用過很奇妙的各種組合 來做integration 如果你follow paper的邏輯的話 你應該想要跟 比如說 AI比較 對吧 AI的話 他就會 這個傢伙 integrate 這個傢伙 integrate 然後 就會得到 各自的equilibrium quantity 因為他們現在這兩家公司 就會直接決定quantity 可以嗎 根據你對corner competition的knowledge 沒有cost 我說cost都是0 然後他們直接做Q1Q2的decision的話 他們要幹嘛 Q1Q2的equilibrium會是什麼 連印象的話刪一下投影片 存不上有 有個公式 三分之是什麼來的 三分之A-C 那沒有C的話 就是三分之A 可以嗎 如果今天這個game是II 而不是DD的話 equilibrium的quantity就會是三分之A-C 三分之A 三分之A 因為如果I I 那就是一個標準的corner competition嘛 然後cost是0 所以本來是三分之A-C 就會變成三分之A 可以嗎 可以嗎 嗨 有人在嗎 好 停 那這東西跟你現在的result比起來 如何 剛才大家講答案是啥 三分之A 這裡也是三分之A 得到什麼看法 對一樣 所以表示什麼 就是在那個 我們現在算出來是manufacturer要決定的quice給retailer的 可是如果換過去的話是 就是那個廠商要決定自己的quantity 所以一個是quantity一個是quice 所以應該不能拿來接這樣 好 我也發現了 對 這裡的final outcome是quice q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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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w1 star等於w2 star等於3分之A 那qu1 star跟qu2 star會是多少呢 九分之二 吧 如果你代入這裡的話 代入這裡的話 就是w1w2一樣嘛 所以就a-3分之A 除以3 等於9分之2 可以吧 九分之2A 可以嗎 好 現在總算又邁進了一步 所以q1 q2 star現在是9分之2A 跟3分之A比起來 比較小 合理嗎 首先你有一些結論 這個w1跟w2是正的 對吧 相較於這裡的cost是0 所以這裡的 假設它integrate起來 這個corner competition的cost是0 不integrate起來的話 corner competition的cost是8分之A 所以這裡decentralized的時候的corner competition的cost比較高 所以quantity比較小 這個還行吧 還行吧 那cost為什麼會比較高呢 因為製造商要賺錢嘛 所以它總是要charge一個正的錢 所以這個quantity比較小 也不是太奇怪吧 可以嗎 所以這quantity比較小 quantity應該要比較小 只要製造商想賺錢 quantity應該就要比較小 可以吧 好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話 你可以試著去算大家的profit 對吧 你覺得製造商在哪個情況下會賺比較多 你就猜猜看就好了 似乎也不是很好猜是不是 來來算一下吧 算一下吧 帶進去而已 應該不是太難 製造商prefer ii還是滴滴 好來 好大家來討論一下 先看ii 我想知道ii的時候 這兩家店各賺多少錢 那生產量會是3分之1跟3分之1 所以零售價會是3分之1 所以對companyone來說 把3分之1一個東西 用3分之1的價錢賣掉 所以我的profit是9分之1平方 要是有個c的話 大概會變成9分之1 a減c瓜糊平方 之類的啦 反正差不多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呢 我已經有wholesale price 我也有quantity了 所以下游跟我訂這麼多貨 我一個賣這麼多錢 所以是27分之2a平方 對嗎 好 行 所以哪有比較大 integrated 好 好 所以這故事告訴你什麼呢 沒有 就不一定 對不對 因為你回憶一下這張paper 他怎麼得到equilibrium會是II還是DD的 他要把ID跟DI解出來 對吧 然後你才能說 喔他們現在要做這個channel selection的時候 比如說可能會pressionless dilemma 你如果沒有ID跟DI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結果 所以理論上你真的要做完的話 你就是把這裡變成IDDI 在個子一次 嘿 然後東西就出來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要這麼做 OK 不過你知道你做得到 可以吧 好 好 那最後我們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這個 2 channel的這個competition啊 作者在寫paper的時候 他們在底下講的是price competition 那我們這裡換一個model 我們講的是quantity competition 你覺得作者他們為什麼討論的是price 而不是quantity 或是換一個問法 如果你寫一篇paper 用quantity來討論的話 這個model 有比較好還是比較差嗎 這個問題就不是算算數學可以回答的了 想想看 為什麼作者是講price competition 不是講quantity 對吧 畢竟這兩個滿像的嘛 如果你寫一篇 如果你在1983年 就是小弟我出生的那一年 如果你在那一年寫一篇paper 用的是quantity competition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比較好還是比較差 所謂的比較好就是 是不是能比patter發現更多東西 比較差就是是不是 發現的東西會比較少 感覺他沒有辦法判斷競爭幾個級別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設定的他 那 你說的可能是fader那個參數吧 如果照paper的講法的話 那不能設一下嗎 就是因為如果你是決定quantity的話 那就是你是price creator 那很像是完全競爭市場那種感覺 對那就是競爭非常激烈 每一個人都 每一家廠商不能決定那個價格 那如果說你是用原本的那個model的話 然後當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像是很多人在競爭的感覺 那你對於那個價格控制力就會下降 你就會從慢慢從price maker 變成一個price taker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model 慢慢的往那個model做移動 對這個model的缺陷就是 他沒有data那個參數 或者說b那個參數 之前的話是price competition是a-pattery 所以是e-p1加θp2 然後用θ的大小衡量競爭激烈的程度 θ小 ii θ大 ii或滴滴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θ的話就什麼都沒有嘛 對吧那邊paper的結論就不會跑出來 這裡呢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所謂的某個參數去表現競爭激烈 或者是產品相似的程度 OK 那你說喔好那我們來加一下 不太知道要加在哪裡對吧 加這裡嗎 加這裡嗎 還是加在一起就蠻奇怪的 你頂多只能加一個price sensitivity 但是那跟同值一直用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理解為 這是這個model本身的弱點缺陷 他很好但是他不能拿來討論 作者要討論的這個issue OK 作者要討論的是競爭激烈度如何的影響 Market equilibrium 這一樣是chain to chain competition 對吧 一樣是competition嘛 就沒有任何不是competition的地方 但是他沒有一個好的參數 可以拿來表現激烈的程度 那他就不是很適合拿來做作者要討論的這個問題 可以嗎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理解為 對他少了那個參數 他就不能拿來讓作者討論他要討論的research question 就我個人的觀點看啊 price competition跟quantity competition 或是說bert chain跟corner 他其實是某種形式上來說是一樣的 我們不會說因為bert chain是set price 所以他們的market control的能力就比較大 或者是他就是price maker 而quantity decision的時候你就是price taker 就不是 你實際上做quantity competition的時候 你雖然是set quantity 但是你set的quantity會直接影響到price 所以你既不會說你就是price taker 你也不會說你是完全競爭市場 實際上就也完全不一樣啦 這樣子 什麼樣的東西真的是price taker呢 price taker就是你不能決定price 那是什麼 比如說news vendor news vendor就真的是price taker ok 所以不完全同意關於price setter和price taker的這個論點 這樣子 他有那麼一點感覺 但是他不完全地決定為什麼作者要用這個 而不是用那個 就算你決定你要做price competition 你要在底層討論price competition好了 price competition一樣還是有很多種model 對吧 比如說最簡單的就是這兩個商家賣的是一模一樣的商品 消費者就是看哪個人price低就去那裡買 這樣子 那也是一種bird chain competition 那equilibrium基本上就是大家的price就要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直到達到marginal cost就結束 這樣子 那細節就不講了 重點是呢 你認真地想那個model的話 他也沒有stata那個參數 可以讓你用來描述激烈的程度 這樣子 所以你今天就算已經有個挺好的research question了 然後你也基於某種理由相信這東西大概做得出來 但是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模型的話 就沒有辦法合適的表現你要表現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解釋你想要解釋的東西 那後續就沒有辦法再往下發展 所以沒什麼結論 結論就是找到好的model也是很重要的 OK 那這部分需要一點經驗 然後經驗可能來自於看200篇paper之類的吧 或是至少修個兩本課 今天來討論一下一個很像我們今天一開始討論的問題 就是你這裡有兩個變數嘛 你有w1跟w2 然後解連力得到這個 大家來試試看 我不知道你們在家裡有沒有試試看 你要是真的解連力的話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這個嗎 我猜你們應該沒有試試看 不過別放在心上 這個呢 現在注意喔 這個game 在你真的嘗試解連力之前 你稍微冷靜你思考一下 發現這是個symmetricgame 對吧 symmetricgame跟你說的事情就是 inequilibrium w1跟w2應該要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symmetric 因為他們的cost一樣 他們的下游一樣 下游面對的市場一樣 然後那個seda也一樣 總之就是symmetric 所以w1跟w2應該要一樣 來拿起你的指跟筆 把這兩個w都設成w 讓他們是同一個變數 解解看會不會得到下面這個 經過你整密的嚴謹的verification以後 你會得到一個答案 答案是yes或no OK 從中間那條式子 把wi跟w3-i都設成w 會不會底下得到這個 答案就是yes或no 就直接挖子挖子挖子 就直接挖子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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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帶進去 然後 等號兩邊可以同乘移 2-i 那 我其實有點挑 跳一點點的步驟 就是 直接把 把這一整個東西 移到等號右邊 然後 然後就把 把上面這個 把上面的跟打圖的關都出過來 那就 跟混件上一樣 就這樣挖子 對 答案是yes 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呢 差不多算是verify了一下 這個事情 我們跟你說過 如果是sigmatic game的話 那大家的decision in equilibrium就要一樣 可以吧 畢竟如果不一樣的話 太奇怪了嘛 那這些事情當然可以證明 不過不需要特地證明給你看 就大家相信就好了 sigmatic game 因為equilibrium大家的decision要一樣 所以你在這裡 可以把 W1跟W2 射成一樣 然後 就得到這個結果 OK 好 那 今天來 再試一次 我今天 有這個problem 對吧 我來把它寫下來 比如說這是manufacture1的problem 對吧 然後manufacture2有另外一個 對於這個東西一次微分 得到中間那條式子 今天呢 你說 欸 W1跟W2要一樣嘛 你就來試一下 W1跟W2要一樣 解一下這個 看看答案會不會跟底下那個一樣吧 好 一開始我們有 maximize w1 和 maximize over w2 的這兩個問題 OK 這是兩個problem 對吧 然後你各自 去 偏微分的話 你就會得到 first order condition 1 跟 first order condition 2 對吧 然後 然後 你去解 連例方程組 你就會得到 W1 star 等於 W2 star 等於 投影片上的東西 可以吧 那這個是 標準做法嘛 就是 比如說 你今天如果有一個 a symmetric 的 game 就是 這兩個player的環境有點不一樣 那你就沒有別的選擇了 你一定就是 這樣做 這樣做 兩個解連例 就沒有別的選擇 那今天呢 碰巧這是個signature game 所以 你在這兩個stage 的某個時間點 可以去設 W1跟W2 對吧 當你impose這個 a function 的時候 這個 那個problem的運算 都會瞬間變得很簡單 對吧 兩個變數 變一個變數嘛 啪啪啪啪的就解出來了 那我們剛剛嘗試在這裡做 就OK 但是嘗試在這裡做 就失敗 對吧 成功跟失敗 可以理解吧 這個給你真的答案 但是這個給你錯的答案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你有兩個時間點 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一個可以一個不行 為什麼 因為W2對W1來講 在上面那邊是常數 所以微分掉的時候 它會變成b 但如果你把兩邊都當成W1 再微分的時候 會把它細心弄錯了 對 所以這樣子微出來答案 就不一樣 這個 是 如果你在這裡 對W1微分的話 這個時候 W2對W1來說 是個constant 但你如果把它們都變成W的話 你去微分的時候 W2就會被你 視為變數被微到 這樣子 所以technically 他們當然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你在這裡說 W2等於W1的話 那那個W2就從 比如說這裡 就從常數變成變數了 那自然你接下去 再微分或是幹嘛的 結果就會不一樣 可以嗎 所以數學上 或是從你求解的 這個過程上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在這個時間點 設W1跟W2 一樣是不行的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 為什麼下面那個可以呢 對 或是說 在兩個first order condition的 equation上面 設W1等於W2 這個strategy是 只有這一題碰巧對 還是他永遠都是對的 好啊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都是對的 下面那邊可以用 是因為這邊的運算 其實就是只有 就是適合運算 左右反來反去 並沒有做尾分 沒有像上面樣子 他會把 他會把W2當成W1的常數 所以這個時候 不會有省過多的問題 也是可以這樣講吧 沒有錯 因為你沒有 這裡出錯 因為微分的時候 把變數當成常數了吧 這裡沒有微分這個活動 就是四則運算而已 然後如果你在四則運算前 你真的知道W1就會等於W2的話 那你先設他們兩個要一樣 四則運算完也不會讓結果變得不一樣 OK 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 以上是從求解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情 來解釋 從哪個瞬間去set這個equality 會影響答案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任何 sedge理論相關的知識 你光看微積分 光看四則運算 可以解釋 為什麼現在這樣子不行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做就可以 OK嗎 微分的時候 是不是把變數當成常數嘛 那你現在暫時忘掉我們剛剛講的假設 或者是剛剛講的解釋 從一個賽局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一開始 就假設他們會做一樣的決策 會不行 對吧 忘了你做的那些微積分啊 First of Commence之類的 這裡本來是maximize over 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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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對吧 本來是這樣子嘛 然後你就說 欸不對啊 in equilibrium 那傢伙不是就是要跟我幹一樣的事嗎 那我們就把index都擦掉 我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in equilibrium我們兩個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就去找出我最佳的optimal decision 這樣為什麼不對 就如果一開始就先把w設成一樣的話 這樣就感覺是他們是合作的關係 就是共同決定一件事情 嗯 要是你一開始就把w1剩w2就這裡 那就像是在合作嘛 就像是integrate起來一起setw1 w2 in 要是integrate起來還會解出decentralized result的話 這世界上就沒有inefficiency啦 對吧 那你decentralization還會跟integrate一樣 那顯然不對嘛 顯然不對 要是會一樣 就不會有什麼efficiency loss from decentralization 所以他應該要不一樣 OK 好 挺不錯的想法 還有嗎 所以剛剛的想法是從 如果一樣就像是integration 而integration不該跟decentralization總是一樣 來解釋的 有沒有別的 就是那個 我們在解的時候是解那些均衡 就是說 對方給定打w1的時候 我應該要做出什麼樣的回應 是我的最佳回應 可是如果把兩個定在一起的話 就變成說對方做什麼 我就跟著做什麼 所以那個所有的signalization 就變得比較特殊 就是有可能對方跳樓 我就跟著他去跳樓 然後對方就拿到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也跟他拿到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有可能 對方做那件事情 我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我自己的最佳決策 但是在這個方形裡面 就會變成對方結射 所以他就會跟原本的方容有些不一樣 然後結束不要解 原本w1 w2 兩個變數不一樣的時候的formulation 我們是在討論 給定對方的decision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respond to他的decision 就是我的best response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的best response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看 我回應你 你回應我 在互相回應的時候 哪個時候會剛好落在一個均衡的點 這樣子 但你如果把他們兩個射成一樣的話 就w1等w2 等於是在說 嗯 我 你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 然後 然後呢 就 就會有一些 原本沒有的狀況會發生 那也會有一些 原本會發生的狀況不會發生 原本會發生的狀況不會發生 欸對不起 原本不會發生的狀況發生 是比如說什麼 就假設 A間說我不搞什麼就要到 然後B型的最佳回應應該是說 我把10張撕下來 但如果w1和w2一樣 的話比也要更多 這裡講到的點差不多是怎麼說呢 你今天如果把w1和w2設成都是w 你就等於是在心裡 assume 我幹嘛對方就會幹嘛 對吧 然後你抱持著這樣的愚蠢的信念 你就想 對要是我跳樓對方就會跳樓 或者是要是我set很高的price 對方就會set很高的price 這樣子 你心裡想的等於是 你像是在強迫對方做跟你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 實際上對方會take他的best response 比如說你價格設得很高 他可能反而把價格設得很低 之前不是說 nash equilibrium是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點上 兩個人都不想要unilaterally deviate OK 當你把w1設成w2 你就是否定對方 deviate的可能性 這樣 但實際上對方是有可能 deviate的 你做這個選擇 他可能會想 我也要做這個選擇嗎 嗯不要 因為我 deviate比較好 所以你抱著這個假設求出來的假的equilibrium 就未必是equilibrium 因為你假設對方不會 deviate 但其實對方是有那個權力的 OK 所以簡單summarize一下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game game就是你不能控制對方做什麼 所以對方按照對方的interest做事情 對方有對方的best response 所以你實際上就是不能強迫對方要幹嘛 你也不能假設你幹嘛對方要幹嘛 你只能假設當你幹嘛了以後 對方根據你的決策去optimize他的decision 這樣子 OK 你的formulation要讓對方保有他的flexibility 和他的option 而不是在你的formulation裡面 假裝對方會做跟你一樣的事情 當你那麼做 你就是assume對方不會 deviate 那這個game就不是一個game 可以嗎 好 那用一個例子來 強化一下剛剛的說法 比如說大家最愛的game是什麼 緊急遊戲 不是 是presentness dilemma OK 你可以denial跟confess denial跟confess 可以吧 presentness dilemma 要是這兩個人都承認的話 就怎麼樣 大家還記得嗎 先來講講denial跟confess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個人都不承認沒有證據 各官也願 兩個人都承認的話 就一起被抓去關 好 要是我承認對方否認 這個時候就挺好的 對吧 因為對方就作為證嘛 反之我就是污點證人 然後就是我拒絕 要是我拒絕了對方承認的話 就是換我道理 好 好 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知道unique的nash equilibrium是 這個 對吧 unique的nash equilibrium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feminine strategy 考慮player1 他如果選D 那我就要選0這個 他如果選C我就要選負量 可以吧 反之異量 所以 CC是unique的equilibrium 可以嗎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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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這個時候就想 欸 假設你是player1 你就想啦 就是因為你學了賽曲 但只學了半套 你就想說 嗯 這是個signature game 所以unique equilibrium 他一定要做跟我一樣的事情 對吧 unique equilibrium 不是DD就是CC 所以呢 我只要在DD跟CC之中 挑一個maximize我的profit 就好了 欸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答案其實不就是這個了嗎 對吧 如果你錯誤地assume 對方會做跟你一樣的事情 你就會選D了 因為你assume 對方會做跟你一樣的事情 你卻忘了 當你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對方可以deviate 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例子就是很顯然的 你如果在他們開始嘗試 找自己的best response之前 就set action1等於action2的話 那結果很有可能會錯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這個微分的過程 得到的這個equation 實際上就是best response 因為這是maximize你的profit 所以給定對方的w 你就去把自己的w 射到讓這個式子等於0 去maximize你的profit 所以這個equation 給你的就是best response 就是給定w2 我的w1 要符合這個式子 這就是我的best response 在他們求best response之前 就設w1等w2的話 這樣就會錯 這樣就有機會會錯 反之在那之後才設就不會有問題 今天這個paper啊 讓你用一句話 summarize 他的發現 你會講什麼呢 大概就是比如說 競爭的激烈程度會影響market equilibrate 對吧 然後再稍微更精確一點的話 就是競爭很激烈的時候 market會趨向vertically decentralization 競爭激烈的時候 製造商會傾向於躲在零售商後面 然後使用indirect channel ok 這是這些paper的結論嘛 那大家如果第一次看這種paper啊 會發現裡面有個關鍵字 叫做sata大於0.931的時候 怎樣怎樣如何如何 這個0.931這個數字完全離不重要 ok 它呢是一個model的結果 對吧 比如說你一開始是設1-p1加θp2 解…解出0.931 那所以你一開始是設2-p1加θp2 可能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或是你假設有cost 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那個數字的大小一點都不重要 你不要覺得0.931 好像有93%的機率都怎樣怎樣 只有7%的機率怎樣怎樣 不是這樣看的 那個數字本身 那個quantity通常不具有任何意義 有意義的是那個quality的事實 或是發現 或是他們喜歡用一個很高雅的字 叫inside 就是inside嘛 對 那個inside就是 Theta大的時候會傾向滴滴 或是說滴滴有可能發生 所以這篇paper是一個很典型的 解釋現象的paper 就是為什麼市場上會有 會有vertically decentralized的channel呢 照嘗試如果你是製造商 而且你有那個能力integrate你的channel 你應該都會想要integrate 對吧 照嘗試來說應該要這樣子 如果你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而且做的還不會比較差 你就會想要全部都自己幹了 對吧 所以如果你製造商可以 downward vertically integrate 你應該會想要這麼做 但實際上沒有 paper裡的scenario就是沒有人強迫他們 要decentralize 但是大家會自己選decentralize 對吧 而原因是 喔 因為競爭很激烈 所以這種paper給你的東西 就是一個現象的原因 一個現象的原因 為什麼世界上會有in the right channel 喔 paper告訴你 因為競爭很激烈 沒有任何paper會嘗試告訴你所有的原因 因為辦不到 也不會有paper會嘗試把所有的factor 通通放進來 然後再給你一個很messy的message 就不會 因為這樣也不會有任何的發現 好 也就是說 paper要盡量的簡化到 他能夠用他的model呈現 他要告訴你的事情 舉個例子吧 今天市場上為什麼會出現in the right channel 可能有另一個原因 是因為零售商比較會賣東西 對吧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製造商就是專門生產螺絲釘的啦 什麼 你看日劇的話 日劇最愛就是那種半折直樹的爸爸 就是做螺絲釘的 然後就說他的螺絲釘支撐日本經濟什麼蛙哥 之類的 那他爸可能是螺絲釘高手 但是不太會賣東西 可能嘛 那就透過零售商把它賣掉 挺好的 好 所以可能是零售商賣會賣比較多 好 那你再建一個model 你建一個model說 要是我II II表示製造商自己賣 這個時候的demand是1-p1加θp2 滴滴表示透過零售商來賣 欸 零售商的能力比較強 那不如我們就讓他2-p1加θp2吧 講假設是這樣子 然後呢你想要你的model更general一點 你就說那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就來a 然後a大於1 這樣子 你就這樣設了 然後呢經過了繁複漫長的計算 你就發現 喔 當a大於某一個critical value的時候 欸 market equilibrium就會是滴滴囉 應該會吧 你看 要是200萬的話 還不選滴滴嗎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嘛 一定會嘛 你就發現這個 然後 嗯 大概不是很有趣 對吧 因為這有點太trivial ok 所以呢 好paper 一是他要提供一個解釋 二是解釋不能太trivial 可以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 所以paper不是嘗試告訴你 或者說我們不是選一篇paper來告訴你 喔對 要是零售商很會賣 你就叫零售商賣 就太無聊 太無聊 然後第二 你可能會在讀paper的時候問 欸 paper為什麼不把這裡設成a 只設一個θ 他要是設成a的話 他paper一次可以討論兩件事情 包括零售商的能力 和競爭機械的程度 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以這個例子來講還可以 因為 比如說你可以設a等1 去討論他們如果一樣的話 怎樣怎樣如何如何 但是paper不需要這麼做 不需要這麼做 paper要好就是好在 當零售商完全沒有比你自己做來的強的時候 你也有可能會prefer低 這樣子這個message才有意義 對吧 他才是真的告訴你 就算零售商跟你一樣廢 你也還是可能會讓他加進來 分他一杯跟 因為競爭很激烈 這樣子 所以硬要講的話 這個設成a才是好的 他才會很清楚的告訴別人 市場會是滴滴 不是因為零售商強 而是因為競爭激烈 所以在這篇paper裡 你把這裡改成a 對 它更general了 可以考慮更多事情 但是那個意義非常的小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讀paper的時候啊 可以試著更去讀它裡面的message paper總是會告訴你一些事情 比如說這邊paper告訴你 某個現象的某個原因 首先試著去理解 paper總是告訴你一個原因 那個就是他講的關鍵 只要這個原因以前的人沒有想過 而且他講了以後你覺得合情合理 而且沒有很trivial 那這樣就OK paper的model一定要簡單到一定程度 來讓他可以呈現他要呈現的東西 而你想加進來的東西 其實不會給你新的幫助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下面這個問題吧 今天這paper裡面有兩條channel 對吧 兩條channel做競爭 要是今天有三條channel的話 你不要管他model要怎麼樣model那些細節 Feda是不是要變Feda1、Feda2什麼的 不管 假設今天有三條channel wholesale做wholesale的事情 零售商做零售商的事情都一樣 三條channel的話 這個insight會變還是不會變 所謂的競爭激烈就要滴滴 這個insight會變還是不會變 我們有想到說就是 這間paper原本做的結果就是說 當競爭月季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透過decentralized的方式 讓塊子上升 然後最後比較趨近於efficient的結果 然後所以現在如果我們現在增加 各種不同的channel 我們最後還是會希望說 選擇一種比較decentralized的方式 就是讓彼此的價格上升 然後趨向於efficient的結果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有三條channel 應該也是競爭激烈的時候 會傾向decentralization 就是你的model假設裡面有三條channel 長出來的結果應該要差不多 四條、五條、六條應該也差不多 因為那個邏輯是不變的 那個邏輯就是今天如果大家都哀哀 大家都integrate 就直接價格競爭 價格就很低 就precentralized dilemma 你明知道大家抬高價格好 但是做不到 因為precentralized dilemma 所以你就有一點像是放出一個signal 說我要抬高價格 這個放出signal的方式就是插一個零售商 這下子大家就 mutually beneficial 這樣子 OK 這件事情管你是兩條還是三條 似乎不會變 對吧 好 所以這個東西幫助了你什麼呢 一是你知道這個paper的insight 不是那麼的狹窄 他三條、四條、五條、六條也都OK 所以你讀這個paper的時候 你不會去發出一個批評說 你這model這什麼結果沒用啊 你這個要是市場上哪有什麼 只有兩個競爭者了 搞不好都是四加、五加、六加 那你這個model的result不行 你就不會這樣講 因為你經過你個人的邏輯推理以後 你會得到他的insight 可以被generalize的這個結論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從model的角度看 你不會 假設今天這個研究是你要做 而且你剛剛那個推理已經推完了 你就不會特地寫一個model 裡面有三條channel 就沒有意義 你就是要盡量用最簡單 而能表現你的message的model來做 這個時候簡單是好處不是壞處 是好處不是壞處 三條channel只是讓數學變得更複雜 但是message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樣就沒有任何意義 OK 當然也不是永遠都這樣子 比如說要是你有三條channel的話 你說不定可以討論其中兩條水平地整合 的這種可能性 你如果只有兩條就不行嘛 三條的話你就可以講說 某兩條整合另外一條單打獨鬥之類的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複雜的事情可以做 如果你要做這個 那你就要有三條channel在你的model裡 但如果你有三條channel 你又不允許horizontally的integration 就沒有意義 就沒有意義 可以嗎 這樣子 所以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還是會抽到這個 我還是會抽到這個 否則的方法 我還會抽到一扇虜的反應 謝謝你 謝謝你 吃虛擇